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週的一週多情 在上集的最後有提到 小安為了報復嘉烈跑到哉心院 想用豆漿烫死嘉烈,卻意外害小飛的手燙傷 嘉烈氣得帶著小飛去找鄭群 要他看清小安的真面目 不久後,鄭群和小飛回到羅家 拿出整理好的劍士器畫面 接算小安就是一直在背後陷害小飛的人 同一時間,呼一書正好在小安房間找到一張鄭群和前女友依姐的合照 在鄭群逼問下,小安終於承認自己是依姐的妹妹 因為不捨姐姐被無辜撞死 於是計劃對嘉烈和小飛展開抱負 鄭群知道真相後,要小安立刻離開羅家 這時志成和蘇娟恰巧回來 得知剛才發生的事,小安裝可憐 試圖讓志成挽留他,但志成只是容默地向他道別 最後小安只好帶著志成送他的鳥離開 世海來找嘉純 聽說債信院店面被賣給大慶 甲群建議世海把店面買下當作投資 世海表示手邊現金不夠 等他向朋友要回一筆資金 就能幫債信院渡過難關 而原來欠世海錢的人就是和紮搖合作的工油商張總 張總表示自己現在手頭也很緊 短時間內無法還債 世海無意中發現張總和紮搖有生意往來 他知道張總做生意的手段一直都不太正當 提醒嘉純留意紮搖和張總的合作 這天,成功和羅俊來到看守所 想見美玲卻遭到拒絕 兩人正要離開時卻看見三太和律師 三太表示最重要的是趕快把美玲保釋出獄 避免影響楊家的聲望 這時成功看清了三太的真面目 誓言不管付出任何代價都要毀了三太 匯軍緊張的告訴三太 中南部賣場的租約就要到期 房東們卻不願意繼續租給楊氏 兩人猜想一定是布拉德公司搞的鬼 天發認為幕後的藏鏡人就是政群 並決定找出證據印證自己的猜測 經過多人勸說 淑娟開始思考是不是該給嘉烈一次機會 來到栽心院點餐等嘉烈 看到另一頭 志成來到河堤邊 看見一個背影和小安很像的女子 激動的想追上去 結果一個不注意 差點連人帶輪役滾進河裡 幸好這時嘉烈路過 救了志成一命 難怪大家總說 射至頭上一把刀 嘉烈回到栽心院 才知道原來淑娟一直在等她 淑娟表示自己原本想給嘉烈機會 看她如何經營栽心院 但店裡幾乎沒客人 身為老闆的嘉烈也消失大半天 淑娟不聽嘉烈解釋 決定要把店面賣給大慶 就連志成幫忙求情也沒用 天發為了找出藏經人 每天持續到布拉格公司賭人 正巧這天布拉格公司來辦退租 天發雖然沒賭到人 卻意外看到讀業上的名字竟是成功 聯邦把這個消息告訴三泰和惠君 幾個人找來羅俊心思問罪 卻看見羅俊正在訓斥成功盜用公款 還在外面開了一間布拉格公司 成功承認了此事表示這麼做是因為明月的死而憤世忌俗 三泰聽後氣得要求羅俊把成功交給他處置 三泰狠狠教訓一頓成功後便放他走 並要求天發跟蹤成功 看他到底還有什麼秘密 成功和羅俊見面後說起事情經過 原來成功早在三泰的辦公室裡裝了窃聽器 聽到三泰和天發已經開始懷疑羅家 才實行這個計劃 但他們清楚三泰不可能就這樣完全相信 這天大慶和威廉帶人來到哉心院 表明他們已經買下店面 說完後開始一陣狂雜 威廉還践踏劉家的全家福正巧被正義重見 氣得將他拉走 胡薩為什麼還在插照片 應該要先報警吧 經過正義的訓斥 威廉坦白說出自己為了克服對火的恐懼 在滿是易燃物的倉庫練習點火 意外害死家裏阿嬤 大慶還找人替他頂罪 正義聽完表示自己會向警方檢舉 但愛與手上沒證據 只好讓威廉繼續逍遙法外 正義哭著痛視淑娟 淑娟看到哉心院被砸得稀巴爛 才明白自己所犯下的錯 於是來找大慶 希望能將店面買灰 卻遭大慶拒絕 佳咬得知威廉砸了加烈的墊 決定給威廉一個教訓 於是要求一位酒店小姐把威廉灌醉 隔天 大慶準備在天心樓開記者會 卻看見威廉裸身躺在地上 被記者逮個正著 政權拿出如平和志榮當年的定情音樂盒 提到壞了 需要修理 修娟見羅俊盯著音樂盒出神的反應 下令決心要說出真相 並約了羅俊今晚一起吃飯 惠君將成功盜用紅藤公款對付楊氏集團的事告訴卢萍 後卢萍將此事告訴政群 政群則認為成功不可能這麼做 決定查清楚此事 文貞受惠君挑撥 擔心佳咬背著他找女人 開啟手機定位監看佳咬行蹤 發現佳咬謊謙在公司開會 卻偷偷去了其他地方 找到佳優後 劈頭就罵 佳優得知文貞在他手機設了定位後 也沒好氣的與他大吵一架 如平生日之天 三太帶如平到餐廳包廂替他慶生 還準備了鑽戒等種種浪漫 但如平抗拒讓三太替他帶上 三太氣得變臉 兩人拉扯間音樂盒掉出 三太看見智隆留給如平的遺物 抓狂的拿起音樂盒往外走準備丟棄 如平追了出去 蘇娟在約定的餐廳等待如俊 羅俊與客戶應酬的地點正是三太幫如平慶生的餐廳 他見三太跟如平匆匆離開 擔心的跟了上去 後來曙娟從惠君那 聽說羅俊出現在如平慶生的餐廳 覺得有意隨機趕往 如平一路追三太到一間廟外 三太見如果仍在燒 便將音樂盒丟往火中 如平拼命想救回音樂盒卻導致手燙傷 羅俊按捺不住心疼上前阻止 並幫如平取回音樂盒 兩人對話中 如平說著音樂盒對他的意義 羅俊則不捨得勸如平 甚至情不知經拉起他的手 這一幕卻被蜀娟撞見 偉廉為了報復佳瑤之前陷害他 故意安插了未成年的酒店小姐給佳瑤 後警察出現領檢 認為佳瑤準備將未成年少女帶出場 要佳瑤跟他們回警局一趟 回到家後 蜀娟向羅俊攤牌 羅俊默認自己就是陳志榮以及其他的一切 蜀娟不解的問羅俊 當初為何要跟他結婚 而他在他心中到底又算什麼 羅俊表示陳志榮已是他的過去 對於如平有的謹慎虧 對話中 蜀娟漸漸釋懷 相信羅俊不會因為如平拋下他 佳瑤被威廉陷害來到了警局 需要找人將他保出去 最後不得已打給詩詩 陳昊在旁聽到後便打給文貞 說佳瑤在警局要他趕快前往 詩詩表明是為了公私形象 才來交保 後來文貞出現 氣沖沖的把佳瑤和詩詩 罵了一頓 如平來到羅家 想將音樂盒託付鄭群保管 但淑娟狂勸如平要放下過去 才能過好自己的人生 包括那個音樂盒 鄭群和曉飛回來後 如平要他們陪他去一個地方 來到當年志榮最矮的地方 如平決定要將音樂盒埋葬於此 鄭群難以接受 但曉飛明白 如平想把過去的回憶放下 最後兩人陪著如平 將他與志榮的美好過去 就此邁藏起來 文貞將佳瑤的秘書以及企劃部的兩位員工開除 因生怕有資色的三人會勾引佳瑤 佳瑤便與文貞吵了起來 詩詩和陳昊也前來關心 結果文貞竟找了一位婦女來擔任新秘書 佳瑤雖不爽卻只能搶顏歡笑 威廉跑來酒風餐廳搗亂 世昌氣不過與他發生爭執 曾勇與羅俊也加入了戰局 威廉一見情況不對落跑 並找來幫手助政 一陣鬥歐後 對方被打得哀哀叫 威廉也不斷求饒 最後三人在夕陽余晖下相互讚嘆 溫馨畫面令人感慨 以上就是本週的一週多情 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 也別忘了持續鎖定一週多情 喜歡的朋友們也請記得分享出去喔 我們下次見 粉絲 好了 就是說 所以